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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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講地質考古 說那些東西動一下就是以億年計的了 用的那種方法 我們就用有元素的定年方法 就看看那件樣本裡面那些有元素是有多少的百分比已經衰變了 就從那裡我們可以推算這件事形成的時候那個年份是多少 所以地球上面很多不同的地質 我們現在可以講到 這個在加拿大北部 或者在澳洲北部和西部的那些 癌層很多時候對應在地球形成的時候的火成癌 或者是在後來已經有生命形成的時候的微生物沉積癌 我們就可以定得到的 這個就是對於比較遠一些的考古 就是地質考古的定年 到跟人類文明時期比較相近的定年 或者是你說的就算是恐龍時代的那些定年 我們都會用一下碳十四 尤其是人類文明那些 真的以千年都不出萬年這些時間呢 就最好用碳十四 這個半需期只有五千七百年的這種元素呢 來去幫他們做個定年 那麼再近一點的東西又可以用什麼的定年呢 那麼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為了你那件事的樣本究竟是多久呢 你就會用一個適當的一個會衰變的元素來幫你做定年了 所以你會發覺是很有趣的 這種定年考古跟那個核子物理本身之間的關係 中間需要就是我們對於這個元素的放射性的認識 這個在文科方面也都有相當多的一種手法 比如在這個大概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國有一個學者叫王國慧 他提到他叫做《兩重證據法》 比如說在歷史書上面《史記記載》《唐嶼亞商周》 我們有沒有找到在那個發掘的文獻裡面 證明這件事情呢 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有夏朝的話 大禹有沒有寫過篇文 刻在那個頂上面 他證明這件事情 叫做《二重證據法》 跟著有人說《三重證據法》 就是我們在發掘的時候 我們掘到一些古物出來 去證明某一件事情存在過 比如說夏朝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這個二里頭 掘到一些批評或者出來 就是以那個早的相待 我們就嘗試去論證 這個物件呢 就是夏朝的 但是現在我們說的是 四重證據法 就是原來我們有科學方法 去找出那些古物出來 去對應那個年代 去證明那個年代的記載 就是記載的那個年代 發生過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科學學會講過 講這種這樣的方法 但是不知道《三十四》 除了《三十四》 我還有一樣東西可以說 就是那個植物的年輪 是 是 就是譬如你劏開了那棵樹 它是一個個環的嘛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東西 會成為考古的證據呢?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早 就發展出來的考古方法 因為你直接數那棵樹 它因為季節周期的關係 令到它在一年裡面不同 季節的生長速度不同 於是一浪一浪的 就出了一個年輪的圖案出來 你數多少個年輪就知道它有多少年 所以這是一個生物的方法 記載了一個年份 當然另外還有一些岩層 諸如此類 剛剛台長你提到的那些多重證據法 你會發覺就是越來越多 就是不要說多少重 就是很多時候一定要揉合了 包括建物件本身 或者不要說物件 或者一個場地 就是那個考古場地 以及裡面找到的那些器件 第一重證據 然後就是文獻的記載 然後還有就是周圍的環境證據 環境證據就不只是你眼看到的 好像年輪這樣的變化 主要是一些經得起鑑證科學實驗的證據 而那些證據就是碳十四 那些什麼定年呢 就是地質證據 另外就是如果對於 泥土微生物樣本 就是另外一重的證據 我想起還沒講巴比倫的例子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個大陸的湖北省博物館 其中一件鎮館之寶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月王勾錢劍 那把劍本身 它怎麼知道是那個年份呢? 就是你出土的時候 附近泥土 你和它做過定年 你就知道大約就是那個年份放了下去 那就是和那個月王勾錢 出現的時代吻合了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可靠的考古證據 其實剛才台長你也說得對 我們是盡量想希望在那些古物的器件上面 找到更加多給出來流落的痕跡 由它的材料給出來獨特的痕跡來幫它定年 剛才說漏了一樣的 也不是我們科學回憶錄今次想說這個 就是那個叫做用激光去射到一些陶瓷材質那裡 譬如說你那件器件是陶瓷材質的話 它原來是吸了很多 原來是儲存著很多 當年流下來的光在裡面 你是要打那個激光下去 才能夠將那些光釋放出來的 由你的激光打下去 將它鎖在以前的光的能量 放出來的那一刻 原來也是一個幫你 去將這件陶器物件定年的一個方法來的 這件事甚至乎是香港都有機構去做這件事的 如果你拿去英國、美國就更加多 甚至乎那些拍賣行也都非常的倚仗 這些這樣的機構 但是現在這次台長要介紹這個 巴比倫的這件這樣的考古遺跡 它又用了另一個我也想不到的一個方法 是啊 剛才你說的拍賣行為何這麼重要呢 這件事因為有很多假股動 你去看一些是不是假的東西 有很多方法 不過還沒說到巴比倫 還有其他人說 這是提案話來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說 可能我們都會回個題 一個前面說 就是中國在二十多年前 搞了一件事叫做夏雙洲的定年計劃 這個項目很豪大的 就是它的上司去證明在商朝之前還有夏朝 證明 你要拿證據的嘛 那那個定年都很重要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這件事存在的 它什麼時候開始呢 那其中一樣是靠過什麼呢 天文學 就是在這個 我不記得是商朝還是周朝呢 他們記了一次的日蝕 我不記得是什麼天文現象 但是我猜多數是日蝕 就是對應這個日蝕 在天文學上什麼時候出現過 這個是很 他們覺得很穩陣的日子 因為在這個歷史的記載 是很詳細的 就由這個開始定了 這個年份是等於公年前幾年幾年幾年 定了這個座標的時候 再推翻之前 歷史的記載和文物的記載 再相關這些 去嘗試去證明夏朝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就是由天文學去嘗試去論證一些東西 你只是講聖經故事 耶穌出生那裡 就是已經那三顆星為什麼會走在一起 其實已經是一種天文 給了一個天文定年的一個方法 有人甚至他給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其實那一年不是公元寧年來的嘛 就是如果說 你越搞就越嚴重了 為什麼你搞這麼久都證明不到 這個夏朝曾經存在過 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夏朝 其實你如果留意在中國的近代更加多的發現 你可能最後未必論證到夏朝這件事 但是意外地發現到 在整個中原大地上 是更加多其他以前的古文明 你說三星堆那些已經是了 應該就會有更加多有趣的發現出來 是啊 所以這個題目本身 其實你可以說一方面有很多知識 另一方面也挑戰了我們很多傳統的教科書的講法 是否正確 那今天要介紹這個 要介紹這個背景 這個報紙出自 其實就是以色列的一張很著名的報紙 那出自它呢 其實就有少許的Gender在那裡 為什麼呢 它跟中東說是不對的 全部 但是科學那個發現事實上 我一看到就非常之有興趣了 那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叫做 Archomagneticism 哇 這一下一聽到我就非常之醒神了 那你就解釋一下這個是究竟什麼事 就是兩塊東西這樣加起來 Archomagneticism 就是那些電磁學 磁不是電 那原來和什麼有關呢 那台長你發給我這個題目呢 我對於那個文明歷史那裡 我就不太懂得留言 就要靠你補充那些精彩的故事 但是原來其中一種定年的方法 是跟我們地球的磁場有關的 那又記得我們以前在其他的科學新知折數呢 我們有講過一個題目就是什麼呢 地球的磁場呢 原來是曾經經歷過很多次的改變的 是南北極整個顛覆了的 那跟著呢 我們甚至乎擔心就是 會不會接下來我們會面對一個情況 就是地球的磁場突然之間消失和轉向呢 那講就講得好像很科幻 但是這件事呢 在以前是發生過的 也都不是 即將來也可以是再發生的 只不過是什麼時候會再發生 我們不知道 而對於我們地球的磁場那個追蹤記錄呢 其實我們在科學上文明上都有很多的記載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 地球的北磁極呢 其實一直是在動的 以往我小時候看過地球的北磁極位置 大約在加拿大北部那附近 所以你去加拿大北部附近看北極光是最容易找到的 但是現在呢 這個北磁極的位置 已經慢慢向著俄羅斯那個方向去飄移了的了 那究竟看不看北極光呢 也都視乎當年的太陽活動緩不緩約了 這裡就講遠了一點 回到這個考古那裡了 正正我們知道地球磁場是曾經改變過 這個理由在哪裡呢?我們就是由地球本身那些岩石 泥土那些這樣的數據 它原來記錄了曾經有幾次磁場的轉向 每次地球磁場的轉向呢 它是能夠帶動到地球上面某一些的物質 是跟著它那個方向來去指向同一個方向 那個比例有些不同 視乎你本身那種是什麼物質 每一次的轉向你就會帶來一次新的方向上的轉變 那你也可以在那個 由那些石頭 或者是某一些元素 它們整個晶體排列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到它怎樣是畫過一個痕跡 或者我舉一個這樣的比喻 可能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喝不喝這個Cappuccino也好 要拉一個花在上面的 你看人家那杯這樣的Cappuccino咖啡 那個拉花你是要拉出來的就是 其實你上面你倒下去的那些奶的軌跡是怎樣的 就拉了那個花出來的 其實現在那個地球磁場就好像這個 你負責去做拉花的那個人這樣 有時扭這邊有時扭那邊 最後就在那件這樣的考古物 那個樣本裡面留下了一個磁場拉花的痕跡出來 那就由這個痕跡我們就猜到它是有幾多次的轉向 其實就很有趣了 如果我們知道地球磁場和這些地球物質的相互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辦法留一個證據 如果我們知道地球上每一個時期 它地球磁場在不同物質上面留下的印記應該是怎樣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每一個年份畫了一個黑道那樣 反過來就幫我們問一下 由給了一件器件看回它那個磁場的圖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地球磁場留下的記錄 正在對應它多久之前的東西 所以這個 這個人物質其實就是靠地球磁場考古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磁場的考古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或者在這裡做到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就是因為在那個地方 這個磁場那個磁場的擺動 這個磁場的擺動是非常之頻密的 這個磁場擺動的頻密就會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那些磚 如果你是透過那個太陽直射去看乾它 就出不了這個變化了 但是如果它在那些磁場那裡燒 我不知道後面那個具體科學的模式是怎樣的 這裡很簡單的 我不是說這樣 剛才就是你地球磁場 就好像你去做Cappuccino拉花的時候 拉了一個圖案出來 但是這個圖案呢 很有趣的 你稍微 譬如說它如果在那個泥磚上面 已經留下了 那些物質留下了一些這樣的磁場的一些遺跡 但是那塊磚你現在放在那個窯裡燒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圖案全部洗走 因為當這些磁力加熱的時候 它會震動得很厲害 最後就會將原本所有的圖案全部洗走 就是這個意思 那不然之它有個印記在那裡 又有個剛才當時這些那麼寶貴的磚 他們的皇帝要刻掉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皇帝 他們燒燒的磚 如果今天還存在的話 我們就定年 但是為什麼這個定年那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 也為什麼出自在以色列的報紙呢 就是因為這個皇帝 這個巴比利爾皇帝 當時是將猶太的第一個廟 就是以色列猶太人第一個廟 是將它毀滅的 那法國的歷史記載 原來有少少差距 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在聖經裡面記的年份 其實不是很準確的 有些就說得很模糊 比如說 如果你去到講了這些語言 更加不知道在哪裡 或者是存不存在過 跟著阿里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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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它存在過的 但是那時候是幾年呢 對應是因為它去過埃及 但是埃及那邊又沒有記住這個人 有出現過這個人 所以那些年份一直就爭取得很厲害 就是聖經裡面的 就是大家如果作為一個比較嚴肅的 就是究竟裡面有哪些人存在過 哪些人我們找到的紀錄呢 就相當之 就是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相當之重要 因為這個是建國的認同 但是雖在就是 當時如果摩西去了 就是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捉了去 這個埃及 不是被埃及人捉了去去建金字塔 埃及人沒有這個記載的 沒有記載的 沒有記載捉過那些猶太人 去建金字塔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找回那段歷史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所謂科學的方法 去定到年先 定到年了 我們確定到什麼是 真實實實在存在過了 哦 原來這個皇帝 什麼時候就出現過 我們現在找到的磁磚 是確認了它 是幾一年做過這些事情 那就可以定到以色列人自己 猶太那個國家 是什麼時候發生過什麼事 什麼時候發生過什麼事 嗯 明白 是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精彩 就是因為 原來你可以看人類歷史的磁場 去找到很多的資料 是的 其實應該這麼說 最後你如果能夠在一件的物件之中 去找到多個一種的方法去印證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考古的工作 是有很大的加持在背後的 現在我們大約要知道就是 岩石的樣本 生物的樣本 跟著淘氣磚頭的樣本 它分別都有針對它們 有幾類不同的定年的方法 而且很多時候它不只是看一件東西 剛才只是說一個磚頭 但是可能這個磚頭 它刻了一個名字上去之後 它跟其他當時同年代 一起掘出來的石頭 放在一起 於是你可以做一個比對 你就可以更加確定收窄到 這個是不是就是由當時 在當時發生的 就是這塊磚在那個年份去燒出來的 而反過來也是 那個年份燒出來的磚 還有那個年份的石頭 就有這樣的信號給我們看到 又幫我們去定到 就是給了好的參考點 來幫我們定其他的東西 題外說結尾 太陽風暴 文說現在就開始非常之重要了 澳洲那邊開始的無線電波被干擾了 是的 還有有人提過看到南極光 或者有些是喜歡看北極光的朋友 你會發覺去到日本北海道都看到 是的 是的 這個完全就是因為太陽風暴活動活躍 令到在一個比較不用去到那麼冷的位置 不是那麼高的位置 你都會看到北極光 這個好處就是你看北極光容易了 但是對於那些地球通訊的東西 甚至在太空的器件都是一個很狹狹的 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提起這件事 就是因為原來我們很多天文現象影響了地球 我們應該在歷史上找得出這些痕跡出來 是的 就算沒有文獻記載我們都可能找得回 於是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天文現象 或者其它的自然界的現象 可以定到我們某些歷史的記載 或者所謂的神話 是不是曾經出現過 這個對於考古學來講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發展的機會 所以今時今日考古學已經不是一個人民科學來的 考古學是硬科學 硬科學 是的 我們都看過不少一些曾經做過考古學的人 特意要去讀多一個major 去讀一下這個基因分析 如果你不學過這些東西 你不能夠在你自己的研究有更加大的發展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超大事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人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我們兩個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有我和台長 所以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